实际上我还是不满意的 我给你打了个最低分 老天赏了你一口饭吃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起来呢 主要的原因 你知道是什么吗 来了 我觉得只要你但凡勤奋一点 努力一些 你今天都不会 至于在这个卡位上 你会很好 这个女孩的人生简直一路开挂 称她为人间锦里都不为过 天使般的嗓音搭配上精致的外表 出道数年便吸粉无数 21岁时便达到了人生巅峰 日本金牌制作人主动为其作词作曲 凭借着一首首筷智人口的歌曲 她在日本的声望堪比成龙 只要是她开演唱会 现场肯定是爆满状态 爱回金牌制作人徐迟一人曾评价 她开荡的瞬间 众人都觉得棒极了 无论是哪种语言 她都能把歌曲的灵魂传达出来 本期《向人观察》将为您讲述 唯美歌姬阿兰的故事 阿兰是个老天爷追着喂饭的艺人 出道时候起点是实打实的高于常人 她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系 老师是国家级艺术家李双江 谈及阿兰李双江对其赞不绝口 多次夸赞阿兰有灵性 歌声的共情性超出常人 阿兰聪明好学 不仅歌唱的好专业知识能力 在全校也同样名列前楼 因此她还在学校的时候 便凭借优异成绩作为优秀代表 和韩红联手合唱过天路 当时的她英姿飒爽 业务能力十分在线 与韩红这种资深歌手同台演唱时 也并未露出胆怯 赢得了不少网友的好感 让众人万万想不到的事 就是这样一个小女生后来竟成为了日本知名公司的头号歌机 事情还要从阿兰大学时候参加的内部选秀开始说起 那个时候的她虽然还未毕业 却早已被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爱回看中 为了让阿兰安心去日本发展 公司不仅开出了优渥条件 还答应阿兰给其丰富的资源 经过再三考虑 最终阿兰决定远赴日本出岛 爱回不愧是日本头号经纪公司 接连的通告让阿兰很快便在日本演艺圈站出了脚跟 并且还和安市奈美会 宾气部等人 并成为爱回九大歌机之一 成为了令人艳羡的唯美歌机 绝美的外表和动听的嗓音 让阿兰的事业直接原地起飞 当时爱回刚好投资了电影赤壁 堪比亲霸的爱回 直接将演唱主题曲的重任交给她 手握顶级资源的阿兰并没有辜负爱回的期待 市场小样的录制十分顺利 一路过五关斩六架 成功将导演打动把演唱名额 紧紧钻在手掌心 随后更是凭借这两首歌曲 一跃成为中国歌坛中的闪耀的新星 不少网友表示 阿兰时再是太强了 刚一开桑 自己练起了一声疙瘩 将歌曲想要表达的 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高康清澈的藏音 实在是让人难以忘怀 很难想象它小小的身躯 竟然能爆发如此强大的力量 同年阿兰凭借九远的河这张唱片 成功登上了欲销冠军的宝座 还一举拿下了Oricon周销数量继军 打破了中国歌手在这一榜单中 所取得的最好成绩 这份榜单在日本歌坛堪称权威 当年身为中国歌后的王妃 也仅拿下榜单第九名的成绩 由此不难看出阿兰在日本的视野 可谓是糊糊活活 扎实的唱功为他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当时日本金牌制作人橘斥义艺人 十分欣赏阿兰 表示在他身上看到了未来巨星的影子 因此阿兰出道后 不少优质歌曲都是橘斥艺人心自作曲的 甚至唯一一次填词都是为阿兰而行 对此阿兰也很争气 没有辜负橘斥艺人对自己的殷切期望 在众多资源的加值下 阿兰在日本稀粉无数 一跃成为了日本知名歌星 登上了不少知名节目 并积极宣传我国的传统乐器二胡 让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了中国音乐的魅力 为了满足大众需求 阿兰曾受邀演唱了不少筷子人口的动漫歌曲 其中还包括了《犬夜叉》 《纳笔小心》等神作 在音番上阿兰还和日本国宝及音乐人古村心思 和日本党红女歌手西叶佳奈合唱过 演唱过后 两人都对阿兰赞不绝口 西叶佳奈还私下邀请阿兰作为嘉宾 出席自己的演唱会 2010年 阿兰在日本进行了首次学会演唱会 演出规模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也是中国艺人首次在日本进行徐会演出 阿兰凭借一首首歌曲 直接将演唱会现场气氛带向高潮 不少日本观众表示 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过这么令人感动的演唱会了 虽然是阿兰的首次徐会演出 但现场依旧是作无虚席上作率超出众人想象 阿兰的声音极具特色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藏音和二胡 凭借这两大神器 阿兰在回国后依旧很吃香 刚回归便拿下了步步精心主题曲 一念执着的演唱权 顺利在中国积累下一定数量的粉丝 令众人没有想到 是此后阿兰的事业便遭遇了重创 并不是因为本身技术能力不达标 而是他实在是太懒了 因此在后续的发展中 直接选择了躺平 不少观众表示阿兰的唱功很扎实 如果经常举办一些演唱会 多出一些专辑 肯定能再度回归神坛 甚至有的粉丝 为了让阿兰多营业 愿意用吃素三年换阿兰 参加《浪姐2》的节目录制 现在的阿兰虽然演唱事业 目前情况并不乐观 但凭借着多年前白菜价购买的光线传媒股份 目前来看依旧是吃穿不愁 在《浪姐2》中 作为前任老板的杜华 对阿兰恨铁不成钢 表示老天爷一直追着阿兰给饭吃 但是阿兰却太服气了 忽然中国巨星的地位 简直唾手可得 被点醒的阿兰 决定继续搞事业 毕竟还有这么多人 关注着他的成长 善良的他 不想辜负大众对他的期望 随后重新与爱回签约了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阿兰将会继续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向众人展示中国歌曲的魅力 天赋和努力同样重要 面对顺境逆境 我们都要有直面他们的勇气 勤奋从来都不是说书而已 唯有平日里精心准备 当遇到好时机时 才能有能力将其牢牢抓住 那么假设屏幕前的你 成为了好运爆棚的人间锦利 那么你会选择躺平 还是继续辛苦工作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